河若铁路正式开通了 这就是世界上首个缓沙漠铁路 今天是好日子 你看天空蓝蓝的 作为河天人 而且还能有幸见证到这样的一时刻 我真的又最激动 我是我们河田发展的一个见证者 我们从小是在别的城市上学 记得我很小很小来一趟河田 基本上都是要在那个长土车上 就是睡三个晚上和四个白天才能到 小时候就觉得我们河田也是特别特别遥远的地方 但是呢长大之后慢慢的我发现 无论是上学回老家还是怎么样 就发现就是具体近了 后面我才知道 不只是我们河田我们全江戈地 无论是有沙漠还是什么样的地形 都通那个高速公路还通了那个铁路了 这代表着我们新疆人发展快乐不至一步 这一点让我做一个新疆人 发自内心的感到快乐和开心 河若铁路 南江铁路 还有那个克鲁路 形成了铁路环线 全线长度是2712公里 然后我们这个河若铁路的话 它的全长有825.476公里 你要是打卡坐这个火车的话 你很有可能能感受到 就是坐着火车穿梭在沙漠里面 火车的话一条一条的桥经过 就那种场景一想就是特别激动啊 以后我就计划从河田到吴栋梯骑 基本上会选择坐火车 自打这个铁路通往各地之后呢 我的老乡们他们家的就是好的产品 产品都可以带出去 卖给更多的人了 虽然我家是在沐浴县 沐浴县这边是有火车站 但很多县城都没有车站的 很多老乡们都是 只能坐车到河田之后 才能坐上火车去往别的地方 以后就可以在自驾门口坐上火车了 你们可能就无法想象 就一条铁路它可以改变 多少个家庭的命运 增加多少个家庭的年收入 每一个参与这条项目的 2018年代到现在 感谢你们为我们家乡的付出 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呢 我们会更加努力 绝不辜负你们的付出